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是否知道我们后天要做什么 这个会议开完之后 是不是就做鸟兽散了 后天接下来做什么 才是我们今天开这个会的目的所在 我记得在七八年前 02年03年 纽约有一些朋友 今天有很多在场 高光俊先生 维权宝 易改 董决明 大家讨论一个话题 就是百年革命 1911年在中国发生了新海革命 推翻了帝制 走向了共和 那么在2011年 中国在新海革命一百年之后 有没有可能发生民主革命 推翻专制 走向民主 我们从一百年前的走向共和 历史了一百年 能不能走向民主 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我们从事民主运动 纽纽约之外的 美国之外的 能在共同推荣中国的民主运动 那么第二个问题 做什么 大家苦识冥想了这么多年 除了传统的几个项目 传统的几样菜设 传统的几样本帮菜 开会 签名 声明 等等 有没有新的产品 产品能不能新的升级 这是我觉得是我们在 今天开会 大家共同讨论的一个重点的问题 做什么 开完会以后我们做什么 怎么做 这个非常具体 所以我们只有解决了 谁来做 做什么 怎么做 这三个问题 中国的民主运动才会有起设 我们这个会才会开得有成效 大家找出一个方向来 不仅是在这儿成立一个中国民主党 我们要把中国民主党 要推演到世界各地各个分布 就像当年一百年前的同盟会 在世界各地都有同盟会 然后把各地的同盟会 汇集起来 把各地的民主党汇集起来 成立一个真正的全国性的 声势浩大的一个民主运动 只有这种民主政治 它是个政党政治 只有一个政党的存在 它的发展壮大 才能构成和中共的对抗 我们看中国近代史 我前我上个礼拜和谢玄军先生 讨论这个问题 就是国民党才从46年到49年 它是怎么垮台的 它怎么输的 为什么 在1946年的11月的时候 召开国民大会 通过中华民国宪章 在46年年底的时候 国民党还占优势呢 为什么到了47年的6月份开始 就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 从47年的6月份到48年的年底 一年半的时间 就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 原因何在 除了国民党自身 它有一些腐败啊 各方面的原因之外 跟共产党它的 它的战争 它的军事行动是有关的 一个政党也好 一个朝代也好 你像明朝也好 它非常腐败 它腐败它也维持了300年 所以你别以为它腐败 它就必然会倒台 不一定的 没有一个外地的推动的话 没有在座的各位的努力的话 没有民主党的成立的话 共产党它能够一直腐败下去 它就靠腐败就能维持 它是靠腐败治国 为什么共产党反腐败反不下去 就是因为它靠留着腐败治国 我们不要以为它腐败 它就一定会垮台 不会的 只有靠我们在座的 不断的推动民主运动 形成一个强大的政党势力 才会推翻共产党的专制 才会完成百年革命 才会从推翻地制到推翻专制 从走向共和到走向民主 这是我们今天各位在座 要深刻讨论的一个问题 最后我祝大会风调雨顺 祝各位代表一谈和气 谢谢 下面我们要请远道而来的王策先生 他从西班牙过来 请王策先生 各位来宾 各位朋友 各位女生 先生们 大家 今天我能参加这次 中国民主党特别代表大会 和诸位一起共襄胜举 感到非常荣幸的高兴 哇 这时候我这时候Austenji 这是西班牙过来的 谢谢大家